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适合演出来 他们的文笔比较好 都能很好地写出来 当时是在家里因为疫情的原因 很多剧组都开不了 在家里休息了很久 觉得应该要出去干活了 在家里看本子 就很喜欢这个剧本 觉得没有尝试过 因为之前一直很想拍一部金庸的武侠小说 没有如愿以偿 但是也很幸运等来了周子舒 一开始就很喜欢文克星 因为之前演的角色都相对来说 比较内敛一些 没有那么外放 文克星是个比较外放的角色 敢爱敢恨 就是 我爱就爱 恨就恨 这个人真的非常的分明 我是很喜欢这样的人物 和这样性格的朋友 就是他不会过多的隐藏什么的 我是很喜欢 能够对待自己不信任的 或者不喜欢的人 他就是也很狠 周子舒就太过于复杂 老师问我周子舒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他太复杂了 他有太多阶段 太多可以说的东西 所以他用了一个简短的概括 他有2000层灰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你想看他有多复杂 插都得插2000下 最大的挑战就是表达他的2000层灰 他的复杂性和阶段性 你要用周子舒的口吻去说一段这样的话 你是要用什么时期的周子舒的口吻 去表达这样的情感或者是语气 然后他也回答不上来 那就算了吧 收获了阿旭这个角色 目前为止也获得了很多粉丝的喜爱 很感谢大家 然后也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温客行 一个很好的对手 就是一切都挺好的 拍打戏不太需要做准备吧 因为拍了很多很多年戏了 有有有有 看下就是导演要求说 我们这样来一下 挺好的 很帅气 就做了 去里面天天掉尾牙 对这个没什么感觉 还有很多谜底还没有解开 可能看过小说的人知道 那其实对看剧的人来说 没看过小说的 还有很多谜底还没有解开 我觉得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还有很多悬念等着大家去看 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的互相的吸引 是有原因的 互相的救赎也都是有原因的 千丝万缕的联系嘛 有缘分的人总归会遇到一起 没有考虑太多啊 我就觉得那一刻我在工作的时候 或者这四个月我就是周子书 想怎么做也怎么做呗 对 他的衣服都是弄松松垮垮的 因为他是一个从天窗出来的人 他是这一次出来他只想为自己活着 遇到了温克星 他理解温克星 他猜到温克星心里有什么 他自己也是一个最最放松的状态 你看我也是倒在那个椅子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是那样的 他们过来拉我 就是不不不不 就这样 我是故意这样的 你们不要弄 我说他就这样 其实很感谢导演和编剧老师 很尊重我们演员的想法和创作 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这么想 可能过去太久了 有些忘了 但是那一刻好像就是应该那样 我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作为周子书 我应该要说什么 我应该要怎么做 那个当下肯定是有一个 自己非常强烈的一个体验 想表达的一种感觉和情感 当时还稍微加了一点东西 但是可能被剪掉了 有一次快杀青的时候 制片人啊 然后所有的演员都说 那就一起出来吃饭吧 正好那天我也休息 哎呀很开心 去打了一天的高尔夫 然后呢中午饭也没吃 就吃了个早饭 我说谁请客 到那老温说他请客 我说那我得多吃一点 吃火锅 我就狂吃狂吃狂 一盘肉结一盘肉 他们都惊了 他们能吃吗 哎呀我说老温请客 那不得多吃一点 吃回本 吃吃结果 给自己吃吐了 吐的我一个多月都不想吃火锅 太难受了 这个人要嘲笑 要嘲笑 不是肉来了吗 你吃 我都吃不了 我又想吐 没忍住多久 我就去那里吐了 就可能 因为那段时间吃的也比较少 就是也很久没吃火锅了 中午也没吃饭 然后一下吃的太快了 因为火锅就这样子 当你觉得饱的时候 可能你已经吃多了 太开心就好了 清冷美人 带造型的原因吧 拍完一部戏会比较快的忘掉 其实很多关于山河令的细节都是 我去看了以后 聊了以后 慢慢才想起 原来这个地方是我加进去的一些东西 我为什么会那时候那样做 其实会想不起来 我是希望尽快的忘掉上一个角色 然后才能够更好地进入下个角色 我就开始看下个角色剧本是这样的 之前有拍过《神雕侠侣》吗 其实我是真的很想演一次张无忌 大家都姓张嘛 什么六大门派 《围攻光明顶》 那个就是小时候的记忆 而且我特别特别喜欢 李廉杰老师演的那版 电影版的《一天屠龙记》 我看过很多很多很多的很多遍 就一直哇 张无忌 一身正气 绝世武功天下无敌 说不定吧 我觉得周子舒这个角色 应该是我目前为止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角色吧 或者是比较让我受伤的一个角色吧 他的内心和他的身世经历 就是有时候想想 哎呀 好不容易都忘了 然后呢 这个戏播你又让我想起来这个人 这个人真的是很难 大家看戏大家都会有体会 我觉得追剧的人比我分析的还有头彻 感觉 嗯 什么都要去尝试啊 主要是要剧本好 人物丰满和鲜明 想去拍那种像火星救援啊 星际迷航啊这种片子 因为我不了解完全不懂 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学习一下 嗯 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很多遗憾 周子舒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遗憾 遗憾也是一种美 但你要去接受它 去感受它 你会有新的人生体验 嗯 就是做事情的一种风格吧 我一直劝大家 我说趁年轻 不封魔 不成活 想做的事情就要赶紧去做 随着年龄的增大 我渐渐已经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你知道吗 想干的事情太多了 想演好的角色 想去提升高尔夫的水平 想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以前哇 我每天可以拍15 6个小时 我都不会累 我天气继续充沛 我还能去健身 还能去打球 现在还能我拍12个小时 哇 为什么这么累 我好累啊 就是这个感觉 真的是没办法 现在对我来说 往往我去完成我的工作以后 我就没有尽力再去做别的事情 这个就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我自己这方面非常的厉害 这是一种自己和自己开导 自己和自己对话 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执着 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这种性格 但同时我有这种劝说自己的能力 其实挺矛盾的 人就是很矛盾 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两面性 当你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它的时候 你就会找到答案 就打个比方 我受了腿伤 我不能打篮球了 我很痛苦 我放弃了我曾经最爱最喜欢的东西 但是我有一天我遇到了高尔夫 它让我觉得如果没有受伤 可能我就不会去接触高尔夫 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角度 你要学会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你就会找到答案 爱好就是打高尔夫啊 对没有别的态度爱好 我跳舞确实不太在行 真的真的不可以 真的不行 真的恰不动了 太晚了 不恰恰了 不打老虎了 不用怕了 不过碱了 不开心的 不开心的 最后一天我能够 不要没事